这个身材曼妙的女人 主动坐到了男人的身边 见男人在躲避自己 他有顺势 依偎在了他的肩膀上 听了女人的话 故作镇定的男人 把持不住了 一把将女人搂在怀中 但此时 还在想好事的她 却没有注意到 女人脸上竟露出诡异的笑容 女人名叫秦小莲 别看她身姿曼妙 长相漂亮 其实她是一个大毒枭 一个毁掉数万家庭的恶魔 几天前在一列火车上 一个男人突然惊醒 大喊着自己包被偷了 我的包 我的包没了 有小偷 抓小偷 抓小偷了 男人的喊叫引来了城景 同伴赶紧解释 男人只是做了个噩梦 也可能是这个坐车的时间太长 这个精神有些错乱 但没问题 本来一件小事 可城景 却咬着不放 还邀请两人到其他车厢坐坐 来到空车厢后 城景简单的问了几个问题 两人如实回答 可当城景要求 男人打开包时 他们却十分紧张 找各种借口 拒绝打开 城景只好自己动手 打开包一看 里面竟然装着 满满的现金和一个本子 城景打开本子 里面有张纸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公司做饮料的独家配方 饮料配方 毒品配方吧 眼看暴露了 男人转身就跑 可他们 哪能是城景的对手 两三下将两人制服 当场逮捕 得到消息后 当地警方立刻前往火车站 接收毒贩 曹队也是十分高兴 盯了这么多天 终于让他们抓住了 很快 两人就被带回了警局审问 那个喊着钱没了的人 名叫吕强 自称是厂里的电工 小强问他去干什么 他却什么都不知道 只知道 跟着二老板就行 随后将厂子里的情况 一五一时的说了出来 办了多久 半年多了吧 谁办的厂 就是他们兄弟四个 老大高伟 老二高明 老三高大 老四高英 你们厂子都生产什么东西啊 我是电工 我只是负责管电 其他的我真的不清楚 好一个英明伟大 曹队知道他没说实话 提醒他 坦白才能从宽 男人犹豫了一下 说了出来 原来他们的厂是制毒厂 随后警方又审问了 一同被抓的高明 听曹队说 吕强全交代了 高明知道自己完了 于是全部交代了出来 他这次带钱出去 是为了买些提纯的办法 一问才知道 兄弟四人各有分工 毒品的售卖渠道 进货渠道等一系列问题 老二一概不知 为了戴罪立功 他答应带警方去制毒工厂 经过一夜的奔波 警方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地方 正当中耸立着一个工厂 特警们立刻包围了这里 曹队拿着望远镜 观察厂内的情况 却发现里面十分平静 完全不像有人的样子 他让吕强看了一下 确认厂里的人都在睡觉 随着曹队一声令下 行动 特警们立刻冲了上去 将工厂围着水泄不通 突然工厂的大门打开了 里面的工人们 拿着刀枪棍棒就出来了 面对全副武装的警员们 没有丝毫恐惧之心 高喊着 只见曹队朝天开了一枪 气势瞬间震慑全场 工人们也纷纷放下武器投降 刚才还很英勇的老四 也蔫了 在工厂中抓获了 正在报信的老三 另一边在外的老大 高伟也没能逃跑 被早就埋伏的警员 当场逮捕 这次抓捕行动 十分顺利 缴获了大量的毒资 和毒品原料 曹队将结果报告给了高局 高局听了十分高兴 赶紧让他突审毒贩 将这张毒网彻底消灭 回到警局后 曹队立刻对四兄弟 进行审问 首先是老三高大 可他却一脸满不在乎 也十分不配合 虽然老三十分硬气 但老大高为就不一样了 天真的他 以为自己什么都不说 就会没事 那怎么可能 装什么装 现在你们哥四个都在我们手上 人证物证我们都掌握着 我还跟你说清楚 你可以一个字都不说 但是只要证据充分 照样可以拿你死刑 你信不信 听了曹队的话 高伟瞬间就没了刚才的气势 但思考了很久后 他终于愿意将一切交代出来 他原来是一家公司的采药员 可工资太少 一家人不够用 自己的弟弟又没有工作 他只好放弃工作 去跑药材 之后他认识了一个 叫秦小姐的女人 是他指使自己干这个的 一开始高伟对秦小姐有点意思 突然有一天 他给自己打来电话 说要见他 还有比生意要谈 高伟很高兴 马不停蹄的就赶了过去 两人见面后寒暄了几句 随后进入了正题 你这次让我来 不光是让我来看你吧 当然当然 咱们在商言商嘛 我这里有一个好买卖 就是不知道 你有没有胆子做 做生意嘛 关键是能不能赚钱 当然赚钱了 我这个买卖 如果做得好的话 赚个上千万上亿 都有可能 听了秦小姐的话 高伟那是十分高兴 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居然落到了自己头上 后面一问才知道 所谓的生意 居然是贩毒 高伟脸上的笑容 瞬间就消失了 秦小姐见状 赶紧说 自己在开玩笑 可高伟却说 这样你敢 我也敢 此话当真 见对方上钩了 他开始用花言巧语 来拉高伟入伙 从我见你第一眼起 我就知道你是我要找的人 你人品好 口才好 有胆量又讲义气 懂药材又懂销售 所以说 你真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被美女一番夸赞 高伟心里面乐开了花 从这之后 两人便开始合作 高伟也带着自己的兄弟 走上了不归路 一开始 高伟还有些犹豫 秦小姐直接给了他 十万块费用 再加上自己本来就喜欢他 于是便越陷越深 帮他制毒 而他则负责销售 因为自己本来就是跑样材的 一些违禁药 他也能够搞到手 最难找的就是 马黄素 因为这是国家严格困难 马东这个人 我原先就认识 一切都准备就绪后 秦小姐带着一个叫刘哥的人 找到了高伟 三人共同查看了工厂 秦小姐十分满意 高伟一五一十的将一切都说了出来 只求曹队能够给自己的弟弟们一个宽大处理 曹队答应了他 但也有条件 但是你要用实际行动将功补过 你现在马上跟那个刘哥 还有那个秦小姐打电话 稳住他们 我一定将功补过 争取宽大 之后他便给两人打去了电话 但两人都没有说太长时间 便匆匆挂断了电话 看来这两个人已经是老毒枭了 接个电话都如此谨慎 曹队问他秦小姐的位置 高伟说在广州 但也可能全国到处跑 这个消息让抓捕行动变得十分困难 审问完后 曹队赶紧开车前往总部和高局会合 途中曹队接到了高局的电话 很快三人就来到了总部 高局针对此案召开了会议 曹队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 告诉了在座的各位 目前的问题就是不知道 这个秦小姐和刘哥在什么地方 见曹队在苦恼这件事情 高局乐出了声 他出了一个方法 还记得上次的爆炸案吗 717这个爆炸勒索案 有一个重要的关键 是什么 模拟画像啊 对了 就是模拟画像 只要让高伟将两人的长相描述出来 再请专家画出来 然后分发到全国各地的公安部门 请他们协助调查 全国尽管大 但是只要我们公安动手 全国公安是一家吗 他就是只苍蝇蚊子 照样把他给找出来 在高伟的协助下 画像被发往了全国各地 曹队再次询问了一些问题 他都如实回答 还说这个刘哥和秦小姐 认识很久了 有次还听刘哥称他为大嫂 秦小姐听了很生气 表情还有些凄凉 画像发出去后 全国各地的警方就开始寻找两人 排查了高档住宅 酒店商场等各种场所 但仍没有任何线索 小强猜测 两人会不会在一起 曹队否认了他的想法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这两个人是这个冰毒案里的 生产和销售的两头 平常都不大容易在一块 现在这事已经败露了 怎么可能在一块呢 次日曹队刚来到办公室 一通电话就打了过来 对方是衡阳市的公安部门 他们调查到了秦小姐的信息 并通过传真给到了曹队 秦小姐真实姓名秦小莲 衡阳市马带乡秦家村人 25岁已婚 丈夫是曾经轰动全国的特大冰毒案的主犯 庄志祥台湾人 制犯冰毒2000余克被医生判处死刑 目前正在等待最高院的死刑附和 秦小莲自婚后就离开衡阳 目前行踪不明 这下好了 终于有秦小姐的信息了 他赶紧叫来小刘两人 让他们将协查通报 重点发到广州深圳等沿海地区 请他们协助排查 有了新线索 曹队赶紧请来高局开会 小刘将秦小姐的信息告诉了大家 听完了小刘的介绍 再加上观看了高委的审讯录像 高局提出了两点 一 这个刘哥很可能是庄志祥的手下 而秦小莲接了丈夫的班 二 秦小莲接了丈夫的班 他的警惕性就会更高 他的丈夫作为前车之鉴 肯定会吸取教训 曹队认为 高局说的很有道理 开始询问大家的意见 小强认为 应该守株待兔 等他们主动来联系高委 小刘觉得 这样做太被动 既然已经知道刘哥 在福州长包下一间酒店客房 就让福州警方帮忙调查下 看看这个刘哥 到底在哪个酒店 曹队采用了小刘的想法 立刻寻求福州警方帮忙 另一边一个男子来到了工厂 随后便给秦小莲打句电话 喂 嫂子 你真是太厉害了 一个电话就被你听出毛病来了 我刚才已经去看了一下 厂子已经被搬空了 高北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刚才找了个人问了一下 说前两天来过一批警车 或肯定已经被他们搬走了 我知道了 你赶紧离开 逛了多一段时间 好 与此同时 秦小莲打了辆车 离开了酒店 福州这边 两名警员来到一家酒店调查 正巧刘哥就在这里 他正在跟美女切磋起义 突然接到了秦小姐的电话 喂 是我 刘哥瞬间慌了 他赶紧提上裤子就跑 可身旁的女人却一直拦着他 不让他走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 刘哥威胁他 再出声就杀了他 当他准备拿钱跑路时 女人突然跑了出去 大喊救命 这可吓坏了刘哥 也顾不上追女人了 赶紧跑路 他想了一下 警察很可能从楼梯拦截他 于是他壮着胆子 按开了电梯 幸运的是 里面只有个服务员 可来到楼下一看 两个陌生男人在前台 听对话是警察没错了 刘哥也不敢出去 从楼梯跑到了楼顶 两名警员也知道了 刘哥就在这里 来到了他所住的房间 可并没有见到刘哥 只看到有个女人站在门口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的衣服和包都锁在房间里了 我现在要继续穿衣服 你面人呢 跑了 那你为什么穿成这样站在门口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难道你们不知道 让一位女士这样站在门口 是非常不礼貌的吗 经过询问才知道 女人因为丈夫出轨 一时赌气 才和刘哥切磋起义 其实 两人根本不熟 她只不过 看着刘哥顺眼而已 同时 另一名警员 找到了刘哥的包 里面装满了现金 和各种银行卡 与此同时 我们的刘哥 正在楼顶顶着35度的大太阳 满头大汗 因为害怕警察在找自己 所以没敢下楼 另一边 曹队正在休息 突然电话响了 正是福州警方打来的 已经找到刘哥的下落了 现在正在加大警力 对酒店进行搜捕 得到这个消息 曹队心里是乐开了花 夜幕降临 一辆辆警车围在了酒店周围 警员们一层层的搜查 最终搜到了楼顶 吓得刘哥赶紧躲在水箱下 可还是被警员们发现了 就这样 刘哥被成功抓捕 得到消息后 曹队立刻赶去机场 准备见识见识 这个刘哥 小强两人也十分开心 刘哥落网 离破案也不远了 而且 如此巨大的贩毒案 可是立大功啊 来到机场后 曹队终于见到了 传说中的刘哥 随后他就被 押送回了警局 回到警局后 曹队对他进行了突审 刘哥和其他人不一样 一开始 就直接承认了罪行 并交代了一切 和高局猜想的没错 他以前是庄志祥的手下 替他贩卖毒品 自打他被抓后 自己这边就断货了 自己也就不干了 可去年夏天的某天 他突然接到了 秦小莲的电话 他以为是警方的圈套 就没有理会 可一个月后 秦小莲居然找上了门 吓得刘哥赶紧关上灯 假装屋里没人 门外的秦小莲突然开口了 刘哥 我知道你在里边 你开开门吧 我是阿祥的老婆 阿祥以前跟我说过 你是他最好的兄弟了 你总不会见死不救吧 听了这番话 刘哥才打开了房门 一进屋 秦小莲就对他动手动脚 幸好刘哥截身自豪 把持住了 而秦小莲也跟他诉起了苦 经不起劝说 刘哥最终答应了他 秦小莲也一把抱住了他 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从这以后秦小莲就开始物色 制毒的人最终选定了高伟 他说高伟胆子大 懂药材 又懂得运输和销售 还有他知道高伟这个人好色 刘哥将三人所有的事情 全都说了出来 既然秦小莲已经知道高伟被抓了 那么他肯定是联系不上了 当初三人约定好了 一旦出事 必须断得干干净净 曹队问他 秦小莲最有可能在哪 刘哥思考了一下 杭州 当初最风光的时候 大家一起去西湖玩 秦小莲看到西湖美景后感叹 天下竟然有如此漂亮的地方 今后有钱了 一定住到这里来 天天看西湖 虽然只是猜测 可刘哥猜对了 秦小莲的确在杭州 没有其他线索 曹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带人飞往了杭州 曹队将所有情况 告诉了杭州刑警队的王队 在他的帮助下 警员们四处寻找 秦小莲的身影 但在偌大的杭州 寻找一个人 而且是一个躲起来的人 实在是太难了 时间过去四天了 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小刘开始怀疑起了刘哥 哎 同儿 你说会不会是 那个刘昌德 为了掩护秦小莲 诚心说过什么杭州 来误导怎么样 在目前没有任何其他线索 情况下 刘昌德的猜测是咱们唯一可以相信的 从犯罪心理学上来说 像他们这么狡猾的人 是最容易相信 哪里最危险 哪里最安全这一原则的 你像杭州这么悠闲安全的地方 太适合隐藏了 不像其他地方 又复杂又混乱 容易引起人注意 就在大家讨论秦小莲时 小徐接到了王队的电话 秦小莲终于现身了 曹队等人赶紧赶了过去 等了半天后 只见秦小莲进了一家美容院 小刘赶紧拿着照片进去确认 前台说见过这个人 正是美容院的实习生小莲 终于逮到他了 曹队赶紧来到楼上 此时秦小莲正在学习美容 听到门外有人喊他帮忙 他也没有多想就打开了门 而站在他面前的 正是曹队等人 秦小莲都愣住了 秦小姐 警察 得知对方是警察后 他才明白自己完蛋了 也没有反抗 乖乖的被逮捕了 他将面临的是法律的严惩 如此漂亮的姑娘 竟然有着蛇蟹心肠 毒品这种东西 简直就是噩梦 一旦沾染 整个人生基本就完了 制造贩卖毒品的人更加可恨 他们只看到了 一捆捆的百元大钞 而那些被毒品毁掉的家庭 他们一点都不在乎 在这里劝大家 珍惜生命远离毒品